愛恩石 請聽我的轉角尖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 我們一切教這貼地傳福音技巧 還會開放電郵拆解傳福音相關移民 還等傳導人上門 有啦!傳恩為你呀! 大家好,歡迎收聽傳恩為你 今集主要想和巨星傳導探討傳福音 給陌生人及給基層的技巧 很多時候教會都會搞一些報道會 傳福音給陌生人 又或者搞洗樓活動 去做探訪 又或者送禮物給基層 所服侍的地象全部都是生口三面 但是坦白說 其實教會很多時候 只是有個活動搞出來 但之前又不給一些培訓教人 怎樣去做 見到街外人 又或者按人家門鐘叮噹就說 你好,我是來自哪間教會的 耶穌愛你 即是如果我是受眾的話 我真的滿腦問號 好,先生,什麼事啊? 耶穌愛我 我不愛他 想怎樣?快點吧 麻煩 我想說其實傳福音給陌生人 那個難處都很多 第一樣方面 就是自己自身的問題 口才不聰明 社交能力不好 面皮薄過豬肉指 有玻璃心的話 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太適合這件事 那怎麼辦? 但是目色又有機會多 那其實這個都是普遍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 可以跟一些有經驗的人才去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因子 譬如我認識一些人 他比較憐憫人多些 他未必一定口才經驗 但是他有心 他接觸人其實都是好的 建議就是有一些有經驗的人一起去 那就馬上淚姐經驗 但是很多時候 如果我陪一個有經驗的人去的話 我就會依賴他 我反而不會很主導去到說話 容易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都要有事做 可能第一句 第二句就有經驗先說 跟著他就會做 他就要說 通常我們會這樣的 如果你說培訓一下 跟著我們的 我們才會說 說完 說了一兩個 然後第三個就要他試下說 那對白通常說些什麼 就是 按鐘叮噹 你好耶穌愛你 如果你說探訪 你都不會只說耶穌 可能你有個點子 譬如我們在社區裏面 我們就會是和他洗樓梯的 有些點子 即不是只是洗樓這樣 逐間逐間 真的洗樓梯嗎 真的洗樓的 我們就問他借水 我們拿桶去 即假裝借水 不是假裝借水 是真的借水 我們拿個桶去 拿些拆去 拿些毛巾去 那他點你的公廁那怎麼辦 不是 那你上去他的樓上的 那是有會開門的 開門我們就和他洗 譬如那些堂樓 他們沒有什麼立望法團 沒有那些互助委員會 那我們就去幫他們 那你就容易打開話題 你某某形敲門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你根本上不到樓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十家 即是禁鐘去到借水 有多少間會拒絕你呢 即給我就一定會拒絕你 其實不是的 你放過那個實況 你放過一個人進屋 是的 那個實況 那看你什麼人 那你三個空神惡煞的男人 他當然不讓你進去 那你有學生 又有婦女 有姐妹 有女生 你有客氣 你有禮貌 基本上他看到 他都會讓你進去 那我們的經驗就是 絕大部分 都是會讓你進去的 而且他不讓你進去 不是因為你的外表 或者不信任你 可能他不方便 我媽媽開眼大 所以我不會方便拿水給你 類似這一點 是的 那我又想問一下 如果你傳給認識的人 他都會對你有禮貌一點 但是有時給一些陌生人 他真的說一些很難聽很難聽的說話 你一定聽過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經驗呢 說出來我罵你 那怎樣 即問問你娘親 然後你就說 不還得口的 當然不要說 我都問問你娘親 一定不會的 不是 他有很兇的 我聽過一個真實的例子 他真的拿刀砍你的 真的嗎 真的 在門口有拉著一個鐵閘的 他們在打麻將 有個女士真的在廚房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他走去廚房 真的拿把刀走出來 那當然沒有砍到 因為鐵閘還未開 那些人走 那我覺得這一個位 都要有心理準備的 因為你遇到不同的人 你街邊或者是你上樓好 其實什麼人都有的 那我覺得有些原則 我們要留意的 例如呢 心理上要做準備的 你是會遇到不同的人的 但是一般人呢 都不會這樣的 他很少這麼激動的 如果是這麼激動 心理有些要轉化 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你在街裡遇到一個人 他忽然間會爆粗 罵你的 這麼抗拒你的 你想想他裡面那種的情緒 或者他那種不滿 一定很波動 是的 很波動 那就是說我們去到 見到這個人的時候 其實很可能就是 你現在不適宜跟他說話 不過你適宜為他祈禱 你走開了之後 你為他祈禱 你不知道他背後什麼 但是神知道你可以為他祈禱 那這種轉化很重要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是不是要講到 是不是甚至要缺制 立刻帶回教會 為之是所謂成功呢 其實不是 是我們去關心那個人 我們真是愛國人 所以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們要做的就是 要放下無謂的面子 耶穌說過一句說話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即他在說的時候 耶穌尚且都會被人拒絕 都會被人誤會 被人辱罵 甚至被人毒打釘死 是吧 何況我們呢 那麼你去到一個處境 一個街上 他都不認識你的 那麼你跟他說 他是可以拒絕你的 是 那麼他沒有禮貌呢 那麼你就要尊重自己 尊重別人 什麼叫尊重自己 尊重別人呢 譬如說他有權的 他可以拒絕你的 他發脾氣 你可以尊重他的 你發脾氣 不等於一定對 是吧 他說話攻擊你 傷害你 那麼你就尊重自己 他說你傻 難道你就是傻的嗎 是的 他侮辱你 你就交給住 不要吃那些說話 那麼你就尊重自己 知道自己的身份 這樣這個很重要 你是神的兒女來的 你是很尊貴的 你現在去不是 你去銷售東西 你不是去為了自己的利益 你是因為關心他 愛他 那麼他不接受你 這種方式而異 可能第二個是OK的 你說到這個話題 我想問 其實你對著陌生人 你怎麼愛呢 雖然聖經教導說 你是要愛他 真的不是好 就是見到一個人 就愛得下 是 你之前是做些準備 我要愛所有人 我要愛所有人 這樣洗者老 我覺得有點自欺欺人 你是可以有意志決定的 愛是一個意志的決定 就是我愛你 我願意 你就算罵我 我都願意和你分享 這是你的決定 要慢慢操練學習的 你意志決定了 還有你 你都可以這樣想 跟你真的做出來 還有一段距離 那是技巧上 但是現在我說的是比較前一點的 就是重要一點的 就是去回聖經學先 就是神是愛每一個人 神教我們要愛仇敵 是 那些街上的人都是神所愛 所以如果你的心態 你調對 你是愛神 然後你願意跟著去學習愛人 學用神的目光去望這個人 是的 學習 那你就覺得應該愛得樂 我應該可以學一下 是的 知道他有些不好的東西 有些壞的東西 可能 譬如有些人吸毒 有些人覺得 吸毒的人 你要不要理他 他吸毒幾十年了 浪費政府錢 你覺得 是 浪費政府錢 傷害父母 傷害家庭 或者傷害子女 他是爸爸或者媽媽 他不管家庭 諸如此類 有人用人的眼光是這樣的 你是可以這樣去判他 但是按著神的眼光 是否一定是這樣的呢 如果用神的眼光 我們不認同他的行為 但是 你可以不可以愛這個人 這個過程是需要學的 是要慢慢操練的 你如果愛不到 那你便承認愛不到 但是你可以決定繼續愛 又或者 剛才所說 其實我們的目光很重要 但是我們對於一個 陌生人掌握的資訊 真是零 只能靠我們的觀察 但是很多時候 就真的有個先入為主的現象 就例如我們看到一個 穿金大人的人 覺得他風調與順 不需要傳給他 又或者覺得那個人 那件衣服很殘舊 很爛途 那個人應該人生都很美 這個人需要福音 誰知其實是錯了 不要拿到吸毒這麼極端的例子 但其實日常生活 真的會面對這些事 怎樣可以 調整我們自己 敏銳別人的需要 或者看一下 我們怎樣判斷 這個人 去不去傳成功率 有多少 對著陌生人 你剛才說得很好 Yance 你說 誰知是錯了 我很多時候都是錯了 反而某些人 穿得很梅的 其實那些人才是最有錢 其中一個 你剛才這樣的講述 其實言下之 好像說有錢的人 順利的人 就不需要福音 相對的先後次序 我不會排那麼前 不是說不需要 但是我當然是找一些 相對感覺上 好像是梅賽一些的 那些應該是被需要先救的 第一批上船 他們救了他們的 為什麼呢 那些又先一些呢 那些是梅的 人生好像很慘 很慘 很低落 覺得很絕望 另外那些好像還沒覺得這麼絕望 我當然是先救了絕望 你好像是醫生救人來說 哪個嚴重一些 要救哪個先的 如一言下之 應該快點去醫院先救 我們不會說這個話題 命都沒有 那我覺得是裡面有個信念 那個信念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需要的 他需要福音的 即他就算封條與順 他沒有那麼多壓力 沒有那麼多需要 表面我看起來 他封條與順 我不知道他裡面是怎樣的 即我看他目光應該怎樣去看 不要用這個去判別 你可以按經驗按觀察 其實要看他有什麼需要 他一定有需要 譬如說他很成功 其實你知道他可能很忙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要觀察 用你的耳朵 用你的眼 用你的心 用你的靈 什麼耳朵 就是如果你可以交談 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就會聽得到 他有什麼需要 如果你用心去聽 這個明白 用靈的就是 你心靈裡面要祈禱的 叫一個靈 相當成功的 中年男士這樣 你跟他說 基本上他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是的 他事業、成就、給我們 都是好的 祈禱的時候 可能在婚間講一下婚姻 講到婚姻的時候 其實 原來就是他的領域 他的需要 不同的人都有 不同層面的需要 人際關係 心靈 對將來 你說好像給一妹 那些 他現在有些物質 或者有些生活上的需要 但其實他最終的需要 都不是你一樣 最終就是 他生命的深處 他跟神的關係 我們有這個信念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需要 其他那些 都是一個盡路幫助 聽你這樣講 其實我們反而要做 聽力聽一下 人家有什麼需要 多於我們自己對眼去判斷 先這樣講 沒錯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靠我們的眼 靠眼就是靠我們的肉體 去看一個人 靠我們的經驗去判斷 不只是用耳朵 用心去聽 還有你是祈禱的去聽 你會聽到一些 他平時甚至是忽略的 他平時甚至是忽略的 小第二尉 我山上 這樣子 我愛我的 Pool 你會留我山上 還有它 我有標翅商 你會留我山上 我愛我的魚 我們要愛我的羊羹 SEP 我們要愛我的羊羹 你 Щ taste脆 我們要 defining 你一個台灣 多於外責… 所以愛我的羊羹 我們也nt какие 如此以來 一床滿千年輪 我們一同帶出的祖父母 向神怀向美地 我們要把福音走 現在很多人基本上都聽過福音 香港都是一個福地 有些甚至研究本聖經是超熟 但他都不相信的 或者還會帶回你一些問題 例如你記不知約室在這個舊日記載 哭了幾次 你不懂得回答 你生在哪裏 你又不懂什麼都你都不懂 全什麼福音 最終臉猛猛 整個臉灰一樣 嘔嘴 拜拜 那可以怎樣 面對那些超熟福音的人 你等一等我召牧師 有一個聖經學者來回答你 不行的 那就是坦誠承認 真的不是很熟 你教我先生 那也不用 是的 謙卑真實 真是不是很熟 他真是很熟 那欣賞一下他 可以的 你謙卑下來 其實你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呈現的是生命 是一種態度 你呈現不是知識 其實你認識的聖經 比我更多 沒問題的 可以這樣做 你問回答 是啊 先生或者這位女士 真的很欣賞你 你真的讓我熟 你都未回教會 你就這麼熟了 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這麼多聖經 其實你自己有什麼經歷 你自己 就是他對你有什麼影響 那又踢到他 第二個問題 你可以問一下 其實你這麼熟聖經 我又想請教一下你 你覺得聖經 其實對人的重要性在哪裡 他其實想和人講什麼 他揭示人的壞是什麼 問回去 看看他有多懂 如果他懂的 他真的講得到 那就非常之好 即是他真的熟 那你就可以繼續 那個問題鎖定 譬如說 聖經講到人的罪 你又怎麼看的呢 先生 聖經講到關於 耶穌是唯一的拯救 你又怎麼看的呢 以按你的聖經的形式 你發現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整個話題 已經變了大家一起討論 相等一些的關係 即對等一些 或者拯救的關係 或者沒有先前那些 我看不起的那些感覺 是啊 你看我不起 不要緊 我現在問你 你看我不起是你的態度 但是我沒有看不起 我承認我是 真的相對來說 我不是很認識 我不給你認識 但是不等於你就明白 又不等於我不明白 是嗎 就算你懂過我 認識過我 都可以跟你聊天 是不是 都是 所以是不需要退的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就是 你要知識很多 明白很多 你跟別人聊天 如果基本上這樣 我們是需要學習的 對的 我們要讀聖經 我們需要有些思考 不要自己理性邏輯都說不清 別人說什麼又不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沒錯我同意的 但是 除了這些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呈現你的生命是什麼 他在看什麼 可能他就是在檢查你 他就是罵你 他就是看你的反應 然後完了之後 你看看 你說你信耶穌 你說你生命改變 我看不到你有什麼改變 聖經也是這樣 你單有知識 是不會得救的 知識叫人自高自大 就是唯有透過聖經 你認識神 你謙卑自己 他才會依靠主 他認識的是不要緊 他認識的更好 更好談 反而是這樣 但是如果基層來說 他們對於聖經的知識相對 因為他經常都要上班 打兩三份工 很難找到一個 比較長時間 跟他們講整傳的福音 還有你都會覺得 實際上 他都未必聽到入耳 就算他們信了 每天都要上班 每天都要上班 根本就沒有時間休息 很難目讓的 這個難題又怎樣拆 怎樣都要強行傳給他 還是怎樣 我知道你自己本身 其實你信主的經歷都是你初時 那份工 根本就沒有什麼空間 給你去回教會 是 很難找長時間跟他說 其實這個是要跟證的 其實他不會沒有時間的 他有沒有心聽 清楚講一下信仰 你長有長講 短有短 就當你一個小時 基本給他聽清楚 三十分鐘一個小時 一定有的 有心聽一定有的 是的 所以真正的關鍵 不是時間 真正的關鍵是他的心態 他有沒有心聽 即他覺得實不實際 你經常說 死了之後 人生將來永生 先生小姐 我現在都快要死了 我兒子快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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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救一下我 他在說的是一種很實際的事 互相對生命的事 其實又或者 未必 那對別人可以怎樣說呢 其實這裏就可以 對應他未入位可以說 是的 我知道生活 真的艱難 真的不容易 那你有共鳴同感 然後告訴你 其實你最需要一種平安 你需要睡得好 譬如人際關係 可能老闆又不公義的 你那種憤怒你怎樣呢 即是告訴你 神是知道的 這種憤怒 有時我們都是要 一起面對這種處境 我們怎樣可以 叫我們的心裏面 離開那種憤怒 進入一個平安呢 其實全部的道向 都會關心這個人 那對他來說 不是一個道理 是貼身的 貼身的需要 是的 關於他上班 牧養的那些 其實譬如的士團契 之前有個的士團契 他們是深宵聚會的 因為駕駛的士 還有力 去跟他們分享 那他們都是1點鐘 我記得讀神學時實習 我們回到家是凌晨5點鐘的 我們1點鐘才聚會的 還喝喝吃吃 完了之後跟他們聊聊天 要牧養這些基神 其實是 會不會有一個七十一的觀念呢 當然有一間是你坐著的 你叫做禮拜天 就是坦白說 沒有可能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 六、禮拜天 很多都放假的 很多 但其實很多飲食業 很多服務業 他放假你就沒有了 他要上班 他們很偉大 其實 沒錯 其實他們是信不信呼吸需要的 你如果講到這個問題 都是我們要想的一個方向 就是教會 能不能夠適切他們呢 可能講的技巧 或者知識都有 但有時報道者去到這些洗樓的時候 或者是相對貧困的地區 有些下意識的行為做出來 反而是令人不舒服的 即使你說到曉飛的話 我都會覺得是一個偽善的行為 舉個例子 怕護照 就是入到別人家 不小心 他未必上的 但就穩真紙巾掩著鼻 又或者我請你吃飯 拿一支消毒 都貧毛貧貧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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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這些就是要培訓的 這樣回去可能經過這一次的經驗 就自己軟了之後 如果你即場地做了這些行為 我們都見過有的 去探路宿舍 未走到過去 吐了 啊 人家的地方已經夠 我相信他不想 但真的身體有這個反應 還有他會捏了鼻 我覺得怕骯髒不是罪 沒有錯的 即是他個人的 只是他怎樣去 克服呢 表達為克服 如果真的很怕骯髒 他不要去那個地方 或者你叫他不要去 譬如說他怕狗 人家很愛狗的 那狗走到牠身上的椅子上 那個風對象就會覺得很差 不是的 他可能知道你 我覺得是一個心態問題 就是你要重視那個人 還有我們報道者自己是要調的 其實是很多學習的 我們報道是很多東西要準備的 在自己的心裏面 譬如我以前這樣說話 就覺得大家要爭辯 那你爭辯有什麼好呢 你覺得好像人家不懂 你不耐煩 就要爭辯你為止 是的 或者你覺得有些人 或者自己表達得不好 或者對方的理解力又沒那麼好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煩 跟你說也都是這樣 那這種的態度就不好了 這種態度慢慢就會變成驕傲了 都是 是的 如果你說培訓 就是一個報道者 一個去關心人 去愛人的人 就要學的了 你不會說 因為我明知道這位姐妹是潔癖的 你不要做這個基層群體了 那反而都真的要堅持 你覺得她的心 ready 你都會帶她去試一下 逐步逐步 但是你就做一個培訓者的角色 你可能在隔壁看一看 逐步逐步試一試 看可不可以超越過底線 我見到有些實際的 她的臭覺很靈敏的 很厲害 就是別人聞不到什麼味 她聞到味的 她很辛苦的 是啊 她辛苦的 她就說 啊 很辛苦 我每個人都探到 沒有味道 沒什麼味道 她就聞到我真是她辛苦 那就接納這些電影姐妹 或者是到時候就教她 有些方法 塗電影小白花藥 或者什麼香水 就自己買鼻的位置 是要調整的 如果她真的不行的 她可以探另外一類 嗯 就是幫她 但是在基層來說 剛才你說 如果她假設肯聽你說話 但實際上她面對的環境 你真是很難 立刻去到改變她生活環境 或者本身是 例如學識水瓶 或者其他的因素 她很難去到改善自己生活環境 那報道者 就是在哪一個切入點 去到講福音呢 剛才你舉例就是講平安 但其他那些盼望啊 自由啊 其實我真的覺得 很難去到表達這件事 你信耶穌 你就有盼望自由 但我還是每一天都洗碗 洗十幾個小時 之後要派傳單 那怎有盼望怎有自由 我覺得很容易會說 我怎會說啊 我眼中覺得 你怎會可以拿到這些東西呢 她其實就是需要盼望 在這麼辛苦的生活裏面 舉一個例子 她竟然一個父母去工作 她有兒女 是不是 她還讀書 書報費都真的好 好慢慢緊 每個月都在想的 她真的很辛苦 但是你從另一個眼界去看她 她愛那些兒女 她負責嘛 那些兒女就是她的盼望 就是給她看到 當你這樣做 你的付出 對兒女有什麼影響和幫助呢 你這樣愛她 其實是好的 告訴你 這個就是她想看到 就是她關注的東西來的 她這麼辛苦 她做什麼呢 她就是為了兒女 她為了家庭 就是對她來說 差不多她的全部了 就告訴你 你心裏面要有喜樂 你沒有喜樂 你的身子 你怎樣捱下去呢 你怎樣做下去呢 是不是 你這麼辛苦 都是這樣做的 告訴你 聖經有個 喜樂的心就是良弱 我想告訴你 怎樣心裏面有喜樂 其實你說起以前 很多 我們上一代的人 都經常說 一是由朝到晚 一是睡幾個小時 但是她很喜樂 所以這種勞苦 有一種就是 一種你真是生勞 你的身體真是很努力 但是心靈是可以很快樂的 可以有盼望的 你看一些成功人士 其實她都是很忙的 她從早到晚的 其實她給一般人 是新勞 付出很多努力 是的 你看她當然是 穿得漂亮漂亮 駕駛車 住大樓 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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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問她 哪個成功人士 背後不努力 你這個社會 主要大部分都很努力 是的 所以其實她裏面 可能是她的付出和收入 她所獲得的 不是很成正備 你告訴她 她要的是裏面 她性偶的環境 這種力 裏面改變了 你就可以對著 逆境就不同了 如果我們跟她說寬陰 就是要給她裏面的力 加她裏面的力 跟她說裏面的東西 因為外面的東西 你解決不了 譬如你不可以跟她找一份工 你不可以每個月給她 不行 即是你給不到 你給到一個家庭 你給不到這麼多家庭 是不是 即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 這麼多層次 教會哪有這麼多錢的 我們不是扶貧 真正的原因就是告訴你 我們是怎樣走過來的 教會有很多基層人 我們有很多基層的家庭 都是這樣的 她都是有喜樂的 跟她說一下 這些人是怎樣面對的 她就會有盼望 她一定是有很多問題的 譬如說教子女的問題 夫妻溝通的問題 是不是 將來她要面對生活 那些子女去擔任 甚至她還有父母 即是她裏面一定有很多壓力 所以你跟她說平安 喜樂盼望 自由是很重要的 有沒有次序的 沒有的 沒有的 都是她的領域 誰不需要自由 心靈的自由 你說一下罪的自由 你說你很生氣 你想不生氣都不行 那就沒有自由了 憤怒的情緒 就控制住這個人 如果她明白 當然她接不接受 同不同意 是另一件事 但其實是她的領域 即是她的需要 聽見冬天的離開 我在某年某月醒過來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來卻不能因此安排 明天傍晚直窗外 未來有一個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愛要過幾個晚再來 我遇見誰會有怎樣的對愛 我等的人她在多遠的未來 我聽見風來自地鐵和人海 我排著隊拿著愛的號碼拍 現在講完難題之後 不如我們去講方法 先講全福音給陌生人的一些方法 事前的工作方面 報導者的心態、觀察力 以及工具上 或者個人見證上 有什麼準備呢 或者其實我覺得個人見證那方面 可能要講多一點 我怎樣可以用我的見證去 跟一個陌生人講 令到他肯信呢 轉的時間未必是長的 如果第一次要講見證 你要精簡 你要有一兩句說話 就好像執藥那樣 你的見證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在裏面 其實你可以抽不同的東西 譬如一至到一百下 你可能今次是一至到十 下一次就是十一至二十 即應該一個見證 是可以抽出來的 有不同的 我舉個例子 實際一點 譬如說 我的見證可以說 如果用了一句說話 就叫苦盡今來 什麼叫苦盡今來 你以前什麼苦呢 什麼金呢 即你怎樣會變成甜的呢 苦怎樣會變成甜的呢 譬如說 我有家庭 有事業 有人生 即這些層面 譬如家庭怎樣給我痛苦 我怎樣可以變成 現在是快樂的 工作給我痛苦 我怎樣帶來快樂的 改變的 因為耶穌這個是見證來的 你自己經歷 你的性格 你的人生 你很多東西都是有改變的 所以一個人信了耶穌改變 其實有很多層面的 如果你將這些層面這樣分開 你是有很多見證可以說 但是要消化 要知錢 你是要去掌握的 就不是拿自己人生之中 最戲劇性的那個 即不是每次都拿這個出來說 例如我被車載不死啊 那些特別的 只是其中一個 因為你信了主之後 你的改變是一路慢慢 越來越多的 正路來說 是 你信主 它不是就是你回了教會 在生活上多了一個節目 思想上 信仰上 就多了一個叫信主 多一個保險 不是的 不是的 它是整個思想 整個真實的 是整個生命改變了 你活了這麼多日 這麼多年 你信了耶穌的改變 和之前的未信耶穌 那個對比其實可以 越來越大的 越來越清晰的 那你去跟別人說的時候 這些就是落地 你不是就是說我病 我得醫治 那你只說病得醫治 究竟有什麼改變呢 我又病 現在快要死 你又醫不好 那你叫我怎麼信主 只是這樣你講不到的 是啊 但你要講裡面 其實可能癌病 你醫治好而已 但是過程裡面 其實你有什麼發現 有什麼看 有很多人愛你 是啊 這些就是其實你還可以講的 雖然那個病味一定好 但是人始終一死 或者是化療沒有什麼副作用 或者即使有什麼作用 你是怎樣度過 可以深入一點去講 沒錯 那變成這些所謂見證的技巧 這裡就是可以很多的 那是需要接受培訓的 真的學客怎麼講 其實你這樣講去講見證 你整個人生有很多的轉變 即是說報道者要不斷檢視自己的生命 之前和之後有什麼轉變 自己都要去做一個掃描 是啊 當然 因為在講你自己 那你講自己 連自己是怎樣改變都看不到 講不出 很多熟靈化石真的講不到 是 沒有消化 還有第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變了 還有你怎樣 或者很簡單的 例如我以前狂講粗口 你怎樣教他 我怎樣解 而我當中又起落 你都可以深入地去講 是啊 你怎樣 那為什麼講粗口 所以說不講 文化 那樣 就是說流暢 你被人問候不問候 他就很吃虧 你罵我為什麼不罵你 裡面是牽涉很多情緒 嗯 我生氣 我覺得這樣不公平 我這樣吃虧 嗯 如果裡面你消化了 我為什麼現在不講呢 不是不可以講的 隨便都可以講 我懂得講的 嗯 為什麼不講呢 這樣才是他最重要的 嗯 也都想問一下 很多時候傳統的秘密生人 有些反應是怎樣去應對的 假設被人利用完 就是你幫人洗完樓梯 把人家沒耐性去跟你講話 那這些你會怎樣拆啊 通常 你說被人利用 我就覺得就是 聖經有這樣教我們的 為人多走一里路 這麼高啊 那背後我想問呢 就是一個動機性問題 你是想去跟他分享啊 還是你真是關心愛決呢 這個是經常都要留意的 如果有個人我幫你 我只是想這樣 有些目的 那就是你想你達到你的目的 那如果我幫你 是因為真的想幫你 你得到好處就可以了 那是不同的 我擔心你兩樣都要不行的 可以幫你 我都是想有機會跟你分享 但是沒有 OK的 我都可以的 因為幫到你我都是開心的 你說利用呢 那如果背後人的動機是利用你 你可不可以 我明知被你利用 我都幫你呢 嗯 其實都可以的 你甘願被利用的心態 我仍然會愛這個人 你說你不聽我就不幫你了 這樣是很公理的 但確實做出來可能是這樣的 以前派奶粉 聽一次 不聽就不能派的 嗯 那宋爺是蘇德水牛嘛 知而處女啦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想問一下派傳單的技巧 可能很多人都其實不懂派傳單 這麼大個兒子這麼大的女兒 派傳單都手震 是 怎麼派 怎麼說 說些什麼 實實是有這樣的情況 怎樣派 就是在街上派 派傳單給陌生人 是啊 那現在呢 坦白說社會已經講到環保了 而且呢 你QR Code幫我 就這樣 跟著去信耶穌嗎 OK的 你QR Code 不用派的環保 其實那個是一個管道 你只是派 基本上 不是很多人收 接的嘛 還有呢 不是很多人真的收到看 那只是一個接觸點 就是 跟一個人聊天 他差不多好像一張卡片一樣 起碼他都知道你是教會的 起碼我知道你是真是教徒 那派傳單都是 如果你說禮貌 你個人的整潔 你過去 你跟他早晨 他不要 不要緊 祝福他 那如果只是派 那基本上是街 現在是很多人不會接的 因為我也知道 譬如你是電訊的 那我也有電訊 諸如此類 他很多原因不接的 所以 基本上 我們現在去報道 全面 我不是站在那裡叫他派 那個只是一個接觸點 是拿一個機會 可以跟他聊天 嗯 譬如我開車的 我過隧道 我車裏面有很多這些 我給錢的時候 我還會給他一張 有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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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沒有辦法不收 你夾一張10元 不是 那你不是給他 他收錢 隧道那些 你不是給他貼士 這些可以的 他一定收 譬如我們吃東西 我給他一張單張 他收 譬如我們查樓 你放10元 你放20元 你給他一張單張 他一定收 好有心思 你想一下 10元8元 他又很開心 譬如坐的士 你給5元10元 祝福你 給他一張單張 我告訴你 他一定會收 好過在街上動又辛苦 又不知說什麼 別的東西 手震震 那些是個關係 你在街上派是難的 因為你派東西 他就覺得你派 那我就不要了 但是我想說 你不只是派東西 你是趁著機會可以聊天 其實很多機會 跟陌生人聊天 在街上 是超多機會 正在走的人 是比較難的 因為他根本就是個動態 你要截停他是難的 但是有些靜態 坐在那裡 譬如在公園 你就可以跟他聊 或者坐下吃東西 你就可以跟他聊 容易些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麻煩巨星跟我們帶個祈禱 令我們有更多的勇氣 改變自己 去到敏遠分別人的需要 還有傳方給一些陌生人 和悲診 好 我們一起祈禱 他說 親為天父 多謝你愛我們 你做了一個榜樣 是你先愛我們 不是我們接受你 認識你 你就愛我們了 甚至你說 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你就愛我們 上我奉耶穌基督的命 祝福我們每一個 我們認識你的 我們都能夠有一個勇敢的心 主要拿走恐懼的心 你將個平安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奉你的命出去 你必與我們同在 而且似我們口才 似我們膽量 遇到陌生人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關心他們 而且 是懂得找機會 或一些話題 我們可以切入 跟他們分量闊音 所以主張這種智慧詞給我們 將恐懼拿走 我就祝福很多 好想跟別人分享 但是覺得自己不是很適合的 又覺得自己不懂的 我現在就叫這種 很無助 都不知道 無能為力的心 要改變 我就祝福你身邊 有人跟你一齊出去 有經驗的人 而且有培訓 有學習 以至你能夠有一個跨越 我就祝福每一個 弟兄姊妹都自由 帶著神的愛 去同人分享福音 主要多謝你 我可以為到很多 基層人 很多 因為生活 很多的時間 都擺去工作 很少時間想自己人生 很少時間 去關注自己的心靈 所以我奉耶穌基督 祝福這些生命 遇見你 在工作環境裡 有很多好的基督徒生命 影響他們 歸向你 主啊 施恩給我們 幫助我們 願人人都得救 願人人都悔悔 歸向你 多謝你的主 慈福給我們 我們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門 阿門 如果大家有關於全福音的問題 不想問的話 歡迎寫電郵來 電郵地址 就是SOOGOSPEL SOOGOSPEL SOOGOSPEL at gmail.com 你發電郵來之後 我們盡快就會處理 下個禮拜見 拜拜 宏徐 他定人高深 爱万国万民 踩起你有各种说述爱何大 请松开双手拥抱旁边每个人 要看爱人 述雪奇妙救人 全人为你 上帝福音算当引你 快在这广大和裁施种 切抹无期 未准备 攀墨何在 独留人海等待悲哀 在暗淡里 让他找到处国 全人为你 上帝福音算当引你 向微信 亲属全人算当 切抹无期 和尝大 属头仓家 微信的他主定看护 让爱片门 全方又靠你 好故事的 SOUL PODC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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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